2023高雄國際食品展在高雄夾人館南館開展 幾乎夾人館看到的便是日本特產的冬菇 吃瓦地銀的香料和瓜地馬拉的農產 高雄國際食品展共281家廠商帶著超過500家的攤位 讓國際佳餚一網打盡 深層的目的在於喚起公眾的環保意識和持續發展目標 現場人潮湧現不少群眾入場嘗鮮 就從台中下來然後來參加這個高雄國際美食展 有好吃又好玩的地方然後來看有什麼新的東西這樣子 眼前之家魚菜共生廠商利用魚肥灌溉蔬菜 不僅可以減少化學肥料 還有來自茂林的有機食品紅藜 利用山上特有的原料製作成許多天然加工食品 也和SDGS所提倡的有機生產和有序生態相互揮應 我們這個是魚菜共生 Lagun的魚菜共生 這個魚菜共生現在最幾年是蠻夯的 因為大家比較重視健康 你只要在家裡有一個小空間 那養魚 那魚的排泄物呢 它會分解成養分 那這個養分呢 會從水中吸收到我們上面的這個紙栽粉上 我代表我們茂林區芒果產銷班 那我們經營了有十幾年 把我們山上的原住民的龍特產品的一些特色 把它表現出來 除了紅綠以外 我們還把這個原生種的小米 樹豆 還有香料 我們把它加工成各種的香料 不只要提倡環境永續 為了推廣在地漁農產品 特別設置高雄海味專區和高雄物產館 期盤通過這次展覽 讓高雄在地的漁農產品可以走向國際 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各式的食品展 像東京食品展 今年年初到東京食品展 也賣了大概有三億 一年的這一些銷售額 所以利用各種不同的食品展 來促銷高雄最好的農魚產品 因為我主要是逛烘焙的部分 很棒啊 對 希望一年比一年盛大 此次國際食品展將為期四天 除了供民眾欣賞和品嘗 還會舉行國際食品通路商採購大會 旨在提供參展企業和海外買主 一個交流和合作的平台 以促進在地經濟的發展 不僅讓一般民眾滿載而歸 還要吸引國際廠商 帶動在地農產外銷經濟價值 人間衛視 王上義 高雄 財務報導